隨著時代改變 舒適的種類也越來越多遠 在臉鄉的一間小店 就有我們總團成百年的好廚味 現在就帶觀眾朋友這回來看看 在家裡臉鄉有一間舒適 但是最晚來就吃不到 所以我們的壽司其實也沒有什麼 就是有那種無藻味的壽司的開口 壽司現在滿街跑 可是你真的要吃到 有那個壽司的味道的壽司 很藍很藍 真的很藍 我從小吃這個壽司 尤其這個阿伯 他吃的都是握壽司 他在吃握壽司他絕對會體會到 一樣是那個醋飯 一樣是那個生魚片 可是吃起來那個口味就不一樣 現在雖然時代不一樣 舒適的變化也越來越多遠 在這裡可以吃到的就是正統的日本壽司 因為壽司早期 日本的壽司早期就只有豆皮壽司 還有海苔壽司就這兩種 後來為什麼還有個叫花壽司 它就是花式壽司 就好像我們有花式溜冰 花式壯球 它裡面的料會比較多 所以它叫做花式壽司 那這三種 這三種不能改變的 它就是正統壽司 所以你無論到哪一家大型的日本料理餐廳 你就要跟師傅講 我要駕通 它就是到這三種 你像其他再來的壽司 就是大家多元化嘛 可是這三種不能改變喔 這三種是絕對不能改變的 團成百年的豬米 剪妝又生心 更是用好的食材來援手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做那個 海苔壽司 抓壽司 你像我這個肉鬆也都是極品 在我們明星肉鬆是最頂級的 肉鬆 最主要就是它要有纖維 要有纖維 另外就是吃肉腹 肉腹 你如果病死之肉 它沒有辦法做肉腹 所以我們最主要就是要 裡面要有纖維 要表示這一隻豬 它就是有恰慧 那這個就是勘釘 你現在只有日本料理餐廳有這個 一般坊間的壽司 絕對沒有這個勘釘 勘釘就是我們所謂的 這個胡瓜瓜 還有這個是香菇 這個都是我自己下去滷的 我都用米酒 米酒、醬油 這樣下去滷 滷至稍微 都讓我們自己輕心下去滷 所以我現在用的原料 就煮我的筛糊 跟我的筛糊 我都沒有辦法解決 一般螺旋 我們這個炒蝦 這就是所謂的煎食 那煎食你要持之以恆 很輕 很輕 像這個蝦米糕 這個也都是日本的 我用的都是日本的 你像我這個蝦肉棒 區區這個蝦肉棒也是日本的 你看我們的國際條碼一定是四九開頭 國際條碼四九開頭都是日本的 每一樣通通都是日本的 這個也是日本的 四九開頭的 所以第一個你有真功夫 再來你有真材實料 我現在請問你一句話就好了 這種東西試問會不好吃嗎 公區會開始做蘇事的企業 也是由民鄉開始 我做這個已經二十幾年了 當初就是在台北 一年聚會 我就是吃這一家的日本料理 趁幾何時 這家的老闆 店老闆也是我們林雄人 也算是我們家裔人 就這樣子一年聚會 所以我回來林雄他就教我了 他們的壽司很了得 他們的壽司就是傳承把魚臉了 我師父現在已經九十幾歲了 然後他再從他爸爸那邊那個時代傳承下來 他爸爸當初十三歲 在我們嘉義的噴水圓環旁邊 在那邊跟日本人當同工 那一家店就我們民雄 民雄的何登元 何登元老先生 他有吃過 他有吃過 那一家店叫竹田家 竹子的竹 田裡的田 家裡的家竹田家 他是一個日本人開的 他爸爸十三歲在那邊當同工 就這樣子傳承下來 所以已經有把魚臉了 對建宗佑先生來說 提醒民雄的餐飲品質 是他的利益 或許以前那個年代 當這個學徒會很辛苦 可是我覺得我很幸運 就是你要有一支 一個一個一個向心力 我當初回來 我就是說我要秉持著 做一份代表我們民雄美食 可以代表美食 民雄的美食代表 所以你看看 你看看我的筷子 我當初回來就印著 民雄我的家 然後就是 愛我家鄉提升餐飲品質 就是你如何把這個客人的味蕾提升上來 所以它慢慢會變成民雄的一種代表性 從創辦人所上 接下這個五星縣長 對我來講是激動的 激動的不是我的獎 激動的是恭喜嘉義縣領 成為五星縣領 其實上嘉義確實需要更多的肯定 嘉義由台灣提升五十多年 它就是一個良差 默默的在後面支撐整個台灣的發展 那我想這幾年的發展 確實給嘉義人重新恢復了信心 那我們現在六個產業園區同時在發動 那科學園區也在前幾天 那整個正式的動土 那我們在智慧科技農業的部分 我們走得很前面 而且我們很多的青壯農 投入到農業的生產和發展 那在環保的部分 實際上我們的經濟循環在利用 大概是全台灣首創 把廢禮網跟廢科省整個轉化 變成所謂的綠色產品 那在整個所有的觀光 那也謝謝 那在疫情期間 那大家也找空曠的地方 特別到嘉義的各個角落 包括山區跟海邊裡面去遊玩 所以我們的觀光的發展 也是歷史的一個成長 那嘉義基本上是一個 比較窮的地方 那大家知道 窮人家的小孩 要比別人更努力 所以謝謝 眼見給我們的鼓勵 那我們會更努力 讓嘉義可以繼續發展 讓嘉義的人更有想像力 也讓嘉義的容工大限可以實現 謝謝大家 謝謝 勇敢挑戰 追求更好